大家好,我是黃世源 歡迎收看海豐棋院最新單元 為棋救星 親民朋友的棋由我來拯救 今天一共要講兩局棋 都是野狐的網路為棋 開局這個都是常見的下法 黑棋掛球 打樓年 就是比較簡明的下法 黑棋實戰的拆二可能不如跳一 這樣子借用會比較少一點 白棋以後了不起就點一下而已 然後或者是什麼這邊碰 拆二的話裡面有點借用 實戰白棋當拐感覺上算是屬手 追求一點的話可以先點一下 如果黑棋擋住 那你再拐 黑棋黏起來 這樣就等於你剛剛拐完之後 先手跳一下 應該便宜不少 但是這個都是小問題 點33 飛 這個時候黑棋 安全一點的下法就是跟著硬 就是直接長了長 走最基本的定時 或者說你想要在這裡拆邊 防止白這種斷打之類的攻擊手法 那也是可以的 這樣子 你這邊就有一點援軍 可以加強你的作戰 實戰呢 黑棋是選擇拖先 往寬的地方下 那問題當然也不大 白棋是直接斷打出來 選擇作戰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黑棋 可以 選擇跳這邊 因為 不然的話 被白棋先走過來 黑的三顆有點危險 沒有什麼路可以跑 先救這三顆 白棋如果選擇 飛下來的話 那黑棋這裡 斑虎是有一點先手的 然後 再虎 你就可以跳出來 這樣 這三顆其實也沒有那麼危險 因為黑棋這裡 斑虎有一點先手的關係 白棋必須打 所以 這三顆其實 要來的比這三顆 要厚實一點 先拆這裡的話 因為 因為前面剛剛講到斑虎是先手 所以其實可以考慮拆三 可以速度快一點 拆二 略顯緩慢 白棋可能應該選擇 直接照住 或者是往這裡跳 攻擊這三顆 跳這個感覺 給黑棋的壓力不夠大 黑棋實在跳出 碰場 飛 這個飛可能形狀上不太好 應該拐頭 因為飛的話 看起來速度快一點 但是這裡有點斑的這種缺陷 如果說你斷尺 那黑的再一沖 那很明顯的 這就是擋不住了 你這就爛掉了 黏也一樣會被沖開 如果黏這邊的話 那這邊黑棋就先手交換掉 那可以把這個藥紙兩顆給沖死 那黑棋兩塊就連起來了 就是這裡有點缺點 如果拐頭的話再斑 那就可以直接吃掉 就沒有問題了 飛算是有點形狀上的小失誤 實戰黑棋選擇碰 想要騰挪這塊 白棋夾是非常不錯的一個反擊下法 黑棋如果立下 那就是實戰這樣子爬過做活 那都是棋子都在二線 相當的苦 而且效率比較差 這樣子 先手苦 那還得黏 這樣非常的苦 那如果往上藏 是比較好的處理方法 白棋盪 黑棋拐 這樣子直接壓住 會來得比剛剛在二路爬好不少 實戰黑棋是選擇做活 擺了先手爬 然後病 這個病可能是想要威脅黑棋這一整塊的眼味 但是黑棋這個局部拐完爬 就已經是活棋了 所以這個病應該意義不大 可能應該搶佔這裡的夾攻 給黑棋這裡造成壓力 不然透花黑拆回來的話 那整個邊都連起來了 木也相當多 實戰病 黑的拐 黑的拐 白的退 黑棋這個 碰出 可能 也算是一個下法吧 但是反正 前面提到這個扳 可能應該馬上下 先問白的應手 白的如果黏 那你可能已經達到 你就是 扳斧 就是可以活在 直接連通的位置 就是效率好不少 實戰黑棋碰出 然後白去拐 黑的為了出頭 所以貼一下 碰 擺得長 黏起來 翻一下 補斷 補斷 但這個補斷可能不是很重要 還是這個比較急 這個 這個斷點其實都是殘子 都已經利用完了 都可以棄掉了 這個掛過來黑棋壓力相當大 實戰黑的意思到了 所以補在這裡 同時可能是想要 威脅白這裡這個衝的斷點 但是可能用跳的 自己會比較堅實 因為飛的話 這明顯也是有一點薄弱的 那被白的點到呢 你又要防守這個斷點 那就是 這旗形已經非常不好補了 碰的話又要被斑 那你再退 相當重複 不太好 實戰白的也下出這一手了 只是黑的碰的時候 白的沒有斑 有點可惜 長的話有點幫黑棋加厚的感覺 然後拆邊 打入 這個碰 算是過分 因為黑的斑外面的話 白的是不能斷 這個直接被整死 那白棋如果要斑裡面 那黑的黏起來 那白的這個邊 直接全部爛掉 就是得不償失 所以碰完被斑的話 可能只能賴皮 這個活魚來碰 那這個就是自殺 那只是黑棋斑裡面的話 那就是沒有 懲罰到白棋 被斑 騰挪 好 白的地 打 打場 這也白的算是成功處理 牽手 這個黑棋檔可能不如吃在這裡 雖然這裡會被滾打 但是擺在這裡黏 然後黑棋可以虎過 擺在這裡是相當的破爛 所以黑的這兩個字已經渡過了 實戰不想被滾打 但是兩邊被利用 這邊先被翹一下 這邊又被先手黏 然後再提 現在白的只要簡單長的話 黑的壓一壓 然後再跳出來 那白的就跟著出頭就可以了 這樣子 這邊也都是白的人 白的應該是作戰還蠻有力的 那實戰白棋 不知道怎麼想的 突然氣紙往這裡點 這個被黑的直接衝出去 下面就直接全死了 外面也不厚 這個是蠻嚴重的失誤 這個氣紙沒有得到任何的獲利 就是純粹全部死光 然後再回來把這個只蓋住 這黑的現在只要簡單拐 那應該是黑的非常好的局面 因為白的下面全死了 外面也都是殘子 那黑的往這邊點 其實意義不是很大 白其實可能也應該馬上擋這個 這個太大了 這個還可以攻擊這個黑子 讓他們碰出 黑的跳 想要威脅一點這個旗形 好白的補斷 對 對 好黑的現在還是應該走這個 比較重點的地方 那衝 就是 屬手 也沒什麼意義 那麼擠 好 把這隻斑 喔 不對 剛剛 黑旗是先斑的 然後再黏 然後白的順勢打 打過 然後黑的尺 白的黏 現在黑旗還是明顯應該拐這個 因為現在白旗擋下來的話 是個絕對的先手 然後連下一步擋都是先手 如果黑旗不硬的話 那這個直接尖再黏 那黑的就全死了 所以這個是逆收的一個地方 超級大 那黑的現在回來走 剛剛這個地方 就是 還是應該搶下面 這邊都是不重要的 但 因為都還是先手 所以問題不大 只要回手 走這裡就可以了 但黑旗選擇碰出 這樣子給了白的擋的機會 這太大了 只是白的 應該馬上把這下 第二下也擋掉 白的 點這個也是意義不大 就是幫黑的下後 然後還讓自己這塊危險 這樣壓 跳 長 黑旗這補斷的方法 可能夾的話會效率好一點 這樣白的如果長 那你黏 這樣子 在 就是 比當年要 好不少 實戰白旗 確實擋到了這個 黑旗跳兩下先手 壓 白的貼 黑的回來補齊 然後白旗把這盤斑斷 也是個先手 黑旗做火的話 其實可以虎的 白旗如果頂 都很長 然後再黏 然後再黏 然後白的黏 黑旗現在這個虎 就對白是先手 白必須做炎 那你就可以下到這個做火 就這裡可以做火 實戰黑的是不敢 所以活的比較小 比較委屈一點 先煎一下 然後再做火 木 木樹虧得相當多 好 白的取得先手 選擇把這裡切斷 這也是本局最後的一個戰場 開啟打完順勢衝 但其實往這裡衝出來 意義不大 它應該是想要怎麼跳下來 這兩個連起來做火 把這個空破掉才對 往這邊衝呢 就是每衝一個自己就越薄 然後再加上把這個切斷 其實白旗這裡也是火旗 所以意義不是特別大 但是白旗這個黏 不是很好 因為本來你這裡叫吃 有點先手味的地方 你黏 被黑旗這樣提 那就 有點滅掉自己一點眼味的前移 只是黑旗 補斷的方式也下錯了 應該就提 它黏的話那等於被掰便宜 那不然這實戰做火 這樣 先手兩先手 先手倒 把它做火 那到黑旗現在還是 應該想辦法把這裡連起來 如果說白的把這個堵住 然後看怎麼在裡面做火 然後是什麼這裡有點拖啊 的味道 跳過來白旗也沒有到很厚 把這塊活掉 這是最後一個勝負點 那實戰黑就往這裡碰 那其實完全是不脫離戰場 這邊這一塊才是重點 那這白的就跟著硬 那黑旗 就是 如果說你把這個紙救回去 那這邊被切斷 你還得做火 那你這邊全死 那是肯定沒辦法爭勝 所以 所以 實戰黑旗退 然後白旗 其實就 壓過去 這盤就已經沒什麼懸念了 當然白的拐 就是 想要連腳控都不想給 然後被黑的拐起來 那可能會 多一點點變數 還有實戰碰 然後 黏 黏 糊 好 擺了半 還有蔥 這時候白旗 其實簡單糊 應該就 把這個紙吃掉就可以了 實戰 貼過來 有點撐得太滿了 這黑的是不可能會這樣黏回去給你斷死 黑的是一定會跟你拼的 那 白的其實可能 就是還是得防守一點 把這個死掉 雖然味道比剛剛差一點 但是白的實戰直接全部拼了 那黑的 跳下來其實這個還是很亂的 因為 這裡有個斷 這裡也沒連好 如果說你補這個斷點 白的 黑的這邊 類似這種地方 點過來的話 那你兩個 就是也相當薄 這是相當看不清的 但是黑旗實戰這個滾打 就只是下爽旗而已 就是打完之後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然後整塊是沒有活的 然後也幫白的加強 然後 現在黑的把這個切斷 然後白的尖了跳 那能看出的話 現在白的這塊是活的 這一塊也是活的 腳也不肯死 那只有黑旗這塊是沒有眼的 那 下到這裡的話 黑旗就不太行了 整體來講的話 白的前面一開始下的 這個局部下的還不錯 然後 就是這裡這個 碰的話可能有一點過分 那黑旗沒有把握到斑外面的機會 如果斑外面的話 黑的應該是有機會直接把白的 在這個局部就直接消滅 到後面的話 就是雙方都沒有注意到這邊這個 拐跟擋的這個全盤的重點 然後 最後黑的這裡錯失機會 那就 有 可 只能說 可惜 那我們現在換另一局 這兩盤騎的騎手好像都是野狐六段 網路六段的水平 下一局好像也是 下一局好像也是 我看已經找了個小零流 見高甲 這個拖完是必須退的 拖退算是電腦推薦的 這個最佳下法 那黑旗虎 那白的就順勢跳 這樣子 然後壓一下之後 再選擇加工 這樣子 是不錯的下法 實戰 拖完沒有退 那是相當嚴重的 因為拖完沒有退 你不如不拖 因為你拖完跳出來 那黑旗只要一吃跳 那你這個紙就是純粹就是送死 然後黑的腳變相當厚實 壓 黑旗不管是黏啊 或者提 都是相當滿意的 只是黑旗好像也沒有吃 但是黑旗選擇 拖二先把這個邊連起來 並應該是意圖是 也是先手把這個邊堵住 嗯 雖然說有點俗 但也可以吧 小問題 拖一邊 把這個前面沒有退 然後現在用頂的 那 現在就導致這個木束是差滿多的 這紙都沒救回來 被拍壞也挺滿下的 啊這裡可能還是得跳出作戰 那這個拖呢 看起來是度過了 但其實黑的隨時一斑 然後你一段 這被轎吃 你這立下被黏起來 就這個紙就被割開了 啊你反打被擠掉呢 那也是 就是你只是下了一層皮啊 木都被人家掏過了 這拖應該算是假手 那實戰黑棋沒有馬上動 這個應該是 算是蠻嚴厲的 先掛腳紅的位 給我一個雪崩定石 立下聽見名 好 長 好白棋選擇分頭 這現在黑棋還是應該搬這個 因為白棋其實本手應該是要自己頂一個 就是頂完黑的這兩紙就飄起來了 然後這邊其實也是很薄 所以是打入的話黑的都是需要處理 然後這本身頂完這裡的木也相當多 相比被搬下來全部都是黑的木 差太多了 雙方沒有意識到重點 這個黑棋還是想要切斷這個白棋其實意義不大 都是火棋 以後被點一下 還得黏起來 一根棒棒這樣子 效率不是很高 這個黑棋可能還是得長呢 不然被搬起來 這個整個浮起來了 然後這個木全部都守住 黑棋選擇正 那本來這肯定是得搬這個的 因為這個其實黑的沒有那麼好攻擊你 你如果在正 就直接尖出來 這也沒有那麼好封鎖 然後這邊也有點弱點 這個怎麼點完 不管是怎麼長啊飛啊 這其實黑的不是很厚 這樣就不看看 然後有時候可以把這支鎖上下 當上沒有刈的 摘過了 但殘以後 黑騎補騎的方法可能貼會比貼這個好 然後爬這兩下又是在收關 就是完全搞不到騎的重點 黑的現在實戰是走這個 拖點班也算是大腸 來貼一下應該是不太便宜的 這時候白騎還是應該把這個頂住 然後黑的可能會需要防守一個 實戰黑白騎是直接打入攻擊 想要把這裡給切開 但是黑的發現了這個班的重點 然後被打下去 然後白的覺得這樣子如果被黏那是裂開了 所以他選擇直接打過 那黑騎肯定是應該提的 因為白的這個不用擔心白的打上來 這是無憂結的 爬過就行了 拔的是應該是得長的 那你在煎過 其實你這全部都撈過了 還是跟前面的問題一樣 那這個 這紙其實也不會比你這個腳厚 不做但是不怕的 實戰黏呢 算是有一點不夠嚴厲吧 那黑騎這裡是非常有必要連一手 這個退 不然被扳開這個太大 這個是先手切斷 這還得做火 黑的沒有走 黑的去跳這個是想要攻擊這塊 但是自己的問題沒有處理好 被擺 白騎這個轎吃呢 是送眼 這是大二手 本來你不管是衝或者是連斑 這樣子 黑騎都是需要再火一手的 不然的話被你叫吃 再退 這整塊就死掉了 但是剛剛因為 白騎先叫吃完再叫吃 然後再黏起來 現在就是導致白的叫吃退的話 黑騎就是火騎 就直接白白插一手騎 打吃送眼大二手 然後黑騎碰一個 我想要處理這個腳 沒問題 那白的爬呢 這是也是大二手 就是幫黑騎補騎 本來黑騎這裡又欠一手 這門還沒關住 你自己爬主動幫人家擋住 你什麼跳點啊 都 都是這 味道都 減少很多 那白騎是相當有必要的 斑這一手 先手交換再拖先 會好不少 實際上是拐 處理這一塊 擠 黑騎補斷點的方法是應該黏的 這樣子 就是這一塊就很堅固 實在爬的話呢 不僅你下面木樹虧了 打吃黏不起來呢 而且這個多了很多味道 這是 窺木又味道餓 補騎的方法 下錯 擺出頭 這被黑騎板到 先手板 擺得還得挖黏 這黑的相當舒服 黑的現在只要把這個黏起來 應該局面是相當好 因為每個地方黑騎都大便宜 現在應該黑的大好的局面 這黏相當有必要的一手 實在黑的還想追求 還想在這裡便宜 在碰碰 其實白的可能都應該直接來叫吃這個 這個實在是太大了 這叫吃黑的根本黏不起來 黑的黏起來被叫吃 這就死光了 如果你退的話 那這提掉 這中間這個空都快要成形了 然後白的實在是更得硬 黑的應該是得退的 那搬這個有點過分了 如果說白騎這轎吃的話 黑的根本是黏不起來的 不然這一退就全部死光了 如果你要反倒的話 那這一串 你就是碰起來都被人家提掉 那肯定是不行 那實在呢 白騎打錯邊了 那黑騎給長的話 那白騎會相當頭痛的 你如果吃 那黑騎再叫吃 然後你提掉 打 還得黏 那不管說 那長 恐怕這裡還得再黏 那這樣子有點先手便宜的那種感覺 但是打吃的時候 黑騎很神奇的這個沒有長 反打 就還原成剛剛的形狀 那白騎只要提掉的話 黑騎這個局部是相當虧損的 只是白騎這個也沒有提 他可能是擔心可以打上來 但其實這個根本不需要怕 這你就黏起來 然後人家提的話 你就跟著早結就好 這黑騎其實都是快死光了 他實在黏了 那效率是差了非常多 黑的斷尺 阿白這個提呢 也是大二手 應該說本來 黑的這個還沒有黏 黏你再提就好了 人家根本藏不出來的地方 你等於先提 那人家就不需要畫一手在這裡 那你等於虧了一手提 然後 而且還是像這裡有一個這麼重要的地方 停一手 那黑騎 確實是往這裡下 但是應該黏起來的 跳呢 根本沒不到 這個 轎吃還是一個問題 你還是黏不起來 你在退呢 那這還是被人家給提掉 那這個都 形狀都是很破爛 木也差相當多 然實彈白的沒有轎吃 用斑的 這不夠嚴厲 只是破下面的這個空而已 沒有對黑的造成威脅 然後黑騎震過來 現在應該還是 黑騎相當有力的局面 然後我把它先手續一下 然後碰 不好意思 這裡 剛剛走完這裡的時候 黑的沒有馬上補 黑的是現場這個 做了幾個交換 然後擺起 走了幾個先手 然後飛這個 這個也是 就是不重要的地方 就是不夠大的地方 然後黑也才回來補 然後下成剛剛那樣 然後正去 然後白的跨出 黑的斑的貼 滅延 那這時候擺起 應該虎外面 就是前面黑的沒有黏在這裡 那這個變得味道相當的惡 那而且擺的根本不好封鎖 我白的這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會死 然後白的其實頂在這裡補斷 那被黑的先手一彎的話 那你現在 這邊的眼都沒了 而且出頭的路呢 也幾乎是沒了 就是快死掉了整條龍 但實戰黑的也沒有發現 黑的長這個 先補強自己 被白的走到這個演繪的要點 黑的斑還是持續想要殺龍 黑的長 白的壓 黑的長 然後白的 可能應該繼續壓 再跳出 會比較長 那夾呢 先被人家打 只能黏 再被沖 這是相當苦 黑的長 黑旗現在只需要簡單的退 或者是說半 之類 只要這裡補一手 簡單退 那白旗應該是非常難的 必須出頭 然後配著再把這個門吃 現在 暮黑的是影響多 白的 根本沒有地方找到逆轉的機會 只是黑旗 實戰 這裡 嚴重的失誤啊 它想要殺白的龍 導致櫻溝裡翻船了 它 這樣子把白的跳住 那其實呢 看起來白的這裡只有一隻眼 但是這個轎癡 黑的根本黏不起來 所以就是 裡面就在殺一個火旗的概念 然後白的還先黏 然後再把這個再長 但是其實白的這幾下都不重要 應該直接打 因為這個給了黑旗反悔的機會 但是白的可能就覺得黑旗是沒有看到 然後黑的再黏 然後這時候呢 白旗叫吃 然後黑旗其實因為前面優勢夠大 如果現在認錯把這個板住 然後白旗提掉 然後黑旗呢 看是把這個門住呢 應該還是 稍差但是還能下的局面 但是黑旗執迷不悟啊 黑旗實戰把這個黏起來 被白的一場 這是直接崩潰整塊直接爛掉 你現在爬被板死 所以只能藏 這個被拐死 那這個光幕可能就虧了20多幕 還幫人家做火 然後自己全部沒火 然後各種斷點 這是直接從可能90幾趴的局面 變成可能直接對手90幾趴 這後面就沒什麼機會了 很黑旗 整盤下的都不錯 都是有 應該怎麼說 就是有下在 有自己的想法吧 就是 至少都是有點道理的起 然後這個可能會有一點 局部補的地方 不是很好 但是也可以 方向可能還可以 但是 這個一個失誤導致就整盤就崩潰了 前面下再好都沒什麼用 相當可惜 相當可惜 那今天的講解就差不多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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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